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李淑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今天是呈现了开高而走低 收盘里面只有小涨了4点 收在12467点的一个位置 那你来看看这是集中市场 小涨了4点 OTC市场小跌了0.31点 它代表的是什么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在目前中秋长假之前 整个台北股市它其实力道 买盘的力道它明显的还是不足 所以在今天开高走低 其实你在盘前就应该要知道 如果今天台北股市大涨一定会被卖下来 所以你要去接的话 你一定要等到沙下来的时候 再逢低去做布局 这就是来自于中秋长假的一个效应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台北股市 大概有很多的原因 我说前有狼后有虎 身上有包袱对不对 那包袱的部分在最近里面甩掉 可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够 最好融资这几天能够清洗出来 大约是在100亿 那台北股市才能够生青如燕 去对抗前有狼它后有虎 但是在目前很明显看得出来 在外资整个上个礼拜我就说过 以摩台期指来看 它已经没有大幅的逆价差 其实它的压低现货去赚期货的钱 它这个步骤已经占告了一个段落 我们现在来看的台北股市 在未来里面就是来看 外资有没有期限货同步的做多 至于台币我不想多谈 台币就是这样子 在这种过程中 那之前大家说台币会贬值 外资会会出去 那台币现在是升值的呢 那又要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台北股市 最主要大概有几个原因 是来自于在基本面上面 第三季 旺季并不是很旺 但是第四季 淡季而不淡 所以它就拉平 拉平就造成台北股市的 一个指数上面 它就相形的整理 但是台北股市真的会走空吗 我觉得不会 我没有是是而非的答案 我觉得不会 在目前它只是时间波的整理 是中段的整理 还是中短线的整理 但是最终它还是夺头 它还是夺头 那有怎样的一个原因 我会这样的说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那台北股市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的操作上面 要有一定的逻辑 今天在这种过程 为什么会开高走低 其实我在最近里面看到说 在公布投资朋友的信心指数 它开始下滑 我个人来讲话就笑了 为什么笑了 很多的一个时间点 整个股市的低点 一定是投资信心下滑 股市的高点 一定是投资信心的一个上升 就像在之前里面 很多的投资朋友来讲话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8月份就是修正整理的格局 你买一些传产个股 我们也带着会员去买了传产个股 也带了会员去买了一些的低价个股 可是很多投资朋友 当时候在7月底8月初 你不相信 等到9月份里面才相信的人 有没有发觉到 在这一波里面 整个传产个股 他看反而这两三个礼拜的跌幅 比电子个股两个月之中的跌幅 相当甚至更多 这就是来自于什么 投资信心跟筹码上面的问题 跟那些的个股 基本面上面有出现很大的问题吗 其实还没有 这就是大家去了解的 就像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说 我也跟大家讲 我在低档上面买长龙海运 我后来里面卖掉 都有跟大家讲 五日均线正观率过大 你不要去做最高 那你说杀下来 你才跟我讲长龙海运有多烂 我也不相信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 一定要了解到几个原因 到底为什么 就像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大家没有信心 我说虎后有虎 就是来自于在之前 其实台北股市嘎空头 嘎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空头它一定会反扑 加上一到三月的明年 它才是一个嘎空的时间 你现在顶多就是仰空 空头它一定会反扑 那反扑的过程中 如果在一个信心薄弱 尤其台湾股市里面 买盘力道比较虚弱的时候 大家又喜欢做当冲 隔日冲 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那你的股价上面来讲 就会沉浅 但是一定就代表 基本面改变了吗 它并不是如此 我就做个举例 其实我在今天里面 看到一个新闻 我还没有办法去做确定 的确苹果的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5G手机 它即将出来 它说最高的四五万块 最低的一万八 我看到一万八这个数字 其实我蛮开心的 为什么蛮开心的 你要自己去想 假设苹果的5G新的手机 一万八我猜是五点四寸的 没有到六寸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它如果真的是一万八 你觉得年轻人会怎么做 你觉得现在里面 它有没有办法去抢占 华为的市占率 我觉得它机会很大 因为一万八这个价格 很吸引人 它绝对是最低阶的 那高阶的部分里面来讲 四五万是很正常 它是很正常 那或是呢 它另外一个六点一寸 它有一般版 跟六点一寸 Pro版的部分 Pro版一定是比较贵 那如果真的一万多 两万多 我觉得它会卖 但是苹果真正的大卖 5G的手机起飞的元年 我说过是在明年 它并不是在今年 今年还是有疫情上面的问题 那这个就回归到苹概个股 因为在今天里面 我也跟大家讲同样的话 如果你问我苹概个股 具不具备投资的价值 随便讲PCB好了 以今年加明年两年的获利 钱绝对比你存在定存来得好 我没有是是而非的答案 那你问我说ABF ABF里面 它是PC里面本益比最高的 它不是看你的殖值率率 不是看你的投资价值 它是看趋势 它是看趋势 也就是说未来里面的ABF 到2022年 也就明年里面来讲话 还是会缺货 只是它在整个股市之中的 多头力量比较大 还是空头力量比较大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定的分歧 但目前的ABF 其实就看 我就看两档就好了 大概就是星星跟景硕 短线上面来看 星星会比较活泼 长期之中你还是看景硕 我的看法是没有改变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 这三档个股 星星 景硕跟南电 它基本上来讲话 它空头势力比较大 因为它之前嘎过人家 你要提防人家的反扑 但是你问我趋势上面有没有问题 它是没有问题的 获利上面 营收上面 到年底都很均衡 第四季没有淡季 第四季是没有淡季 其他的PCB 其实基本上而言 都具备了投资的价值 很多都是今年加明年 定存的一个利息 绝对追捕上面 绝对追捕上他们的一个股息殖利率 这个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如果在这个时间你看 就像整个一个友台 他的主持人问我说 如何来看待PCB 我就说看你买哪个区块 如果看平盖个股里面 1万8 最低阶的 我觉得它会有吸引力 尤其在星星市场 尤其在星星市场 那就看投资朋友 你觉得1万8 假设是真的 因为我现在不能够确定 你觉得有没有吸引力 我觉得它就是有吸引力 我个人告诉你 我觉得它是有吸引力的 那至于在整个一个 中美贸易大战 我说中美贸易大战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 台湾未必受害 它一定是有机会受贿的 那这里面来讲的话 当然就台积电 联电 世界先进都能够受贿 那有些人就讲说 联电在最近涨 大家就去买联电的 相关的供应链 这逻辑有一点点通 就是说因为联电一定会 让利给它相关的公司 可是你要知道 真正的IC设计个股里面 你的一个成本 拉动的一个涨价 我说成本拉动型的 譬如说MOSFET 或是其他的部分 其实你还不如去买金元代工 因为假设你的一个产品 你调涨的价格 你没有办法大于 金元代工调涨的价格 金元代工第四季调5到10% 你盖不过去的话 你就是属于成本拉动型的 这个部分 它就有并不一定有利 可是你在操作上面 我们说基本面已经抓住了 可是在技术面之中 你还是要尊重它 我们说在整个2303的联电 我不是今天 整个开高走低才跟你讲 我昨天说什么 我说你今天千万不要过去追联电 就像在今天我要带会买股票 我也是等杀下来才买 我才不会去做追高 为什么 其实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长期以来告诉你的 你不要有侥幸的心态 因为联电的资本额 高达1242亿 它能够锁码吗 它锁不住的 它是非常大型的公司 你在今天的五日军心的正乖率 我跟大家讲过 2到4%以上 它其实就会修正 五日军心的正乖率 尤其是大型个股 所以今天的一个联电上面 如果你今天里面开高 走高还去追 那尾盘里面你被当嘎杀出来 我觉得它是很正常 它是很正常 因为它的正乖率太大 那今天联电量人上面 没有比这边大 没有比这边大 所以真正的马其诺防线 还是在这里 但是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是观察它的月均线 跟五日军线 能不能够守得住 强势的守住 就是五日军线 但是要亮缩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你再去留 所以你在今天的操作 你就是整个台北股市 你要知道 人心是肉做的 如果你今天来讲话 去追高连电 我们要甩笔 听说以前来讲话 有一个很强大的分析师 都是用甩笔的 鼠方没有 今天来讲 希望大家轻松一点 就是告诉大家 有时候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操作 一定要了解到敌人 他的想法是什么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我们说过今天 如果台北股市 我给大家看 你的9月25号 你最低点是12149 你沿路以来的杀融资 你杀到了最低 大家不会去做追买 所以量缩是正常 KD指标也是正常 你昨天反弹 攻上的五日军线 到你今天的最高点 是12571 你整整涨了300点 你觉得这边里面 不会有卖压 你觉得长假效应之前 不会有卖压 那你太可爱了 那你也讨傻好天真 本来就会有卖压 所以你要等 杀下去的时候买 我今天这么做 我没有试试而非的答案 个股上面杀下来 你可以去做布局 明天的卖压 该杀的今天差不多杀了 除非今天美国股市大跌 不然台北股市 明天的卖压已经没有了 但是会不会大涨 明天还不会 明天还不会 但是这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 也就因此 它才能够造就出来 我说很多的时间点 真正的赢家 你要了解到 安部当居 耕耘的方式就是说 股价跌下来 你就播种 你在未来里面 还是会有机会 成为台北股市的赢家 它有几个利基点 我说过来 第一个 平盖个股里面 第四季淡季不淡 比去年的第四季好 第二个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里面中美贸易战的过程之中 台湾里面来讲的转单的效应 这从两年前 它就造就出来 一路到现在 第三个 你要知道 未来不是只有5G的 很多的新的手机要出来 10月份 中国大陆5G的标案要出来了 一定有受惠个股 再过来 整个一个AMD NVIDIA 新的平台要出来了 CPU的部分 也一定会有 全新的概念个股 在这种过程中 台北股市来自于 赢家是找机会赚钱 输家是什么 永远怕赔钱 赢家跟输家的观念 一定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来讲话 我在今天里面告诉大家 中秋月圆 月圆人团圆 但是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要知道 在这个过程 大家想想看 当时候的三月你怎么想的 我说回升格局 你也不相信 然后我告诉你 7月份 我告诉你8月份 七上而八下 你也不相信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 不是空投 你相信吗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个人认为 股市没有永远都在涨 它也没有永远都会是跌的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你只要判断出来 几个关键性的一个部分 就像我们在当时就跟大家讲 你不用过度的悲观 美国股市不是会破季线 它破了季线之下 它下档的空间有限 这是道琼 这是NASDA 这是肺半 肺半昨天已经站上了月线 虽然这几天 它今天明天还扣到相对的高 可是我们在放长价的过程中 一定不好吗 未必 因为肺半的指数直将要扣低档 它的月线就不再是反压 它也历经了将近多少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整理 我在之前跟大家讲 那如果从这样的角度 加上什么 加上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假设拜登 他真的能够获胜 拜登跟川普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他们两个都反中 你也不要以为 拜登会对中国有好脸色 从来不是 但是川普是逢中必反 但是拜登是有选择性的 也就是说如果是拜登 高科技格 他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拜登的想法是 你要这些组装低阶的干嘛 留在中国大陆 留在别国 我要把高科技的锁住在美国 那这样的话 台湾在之前中美贸易大战 高科技个股有利 再过来 你的现在里面都不会涨的 这些低阶的东西 如果是拜登当选 他又会变成 不会像川普那时候 逢中必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台北股市的契机有很多 只是你看到了没有 所以在这里我们跟大家讲 越有殷勤缘缺 但是就像股市之中 它有涨跌 可是如果未来里面 长期之中并不会走空头 那请问 不管是中段的整理 还是短线的整理 你拉回该不该买 我觉得你该买的 你该买的 那我们等一下里面 会告诉你买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们才会说中秋月圆 财富满满的一个推出 这个专案的推出 绝对是对投资朋友里面 是有帮助的 也就是你可以用 很好的价格 很长的汇集 跟上蜀方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的选择性 都是在未来性的一个题材 或是真正赚钱的公司 具备投资的价值 这是我的个性 赔钱的公司我不爱做 我也不会做 所以如果你信任蜀方的 一个选股的逻辑 你在这个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未来操作的脚步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存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硬软体设备 能够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建议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你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你永远投资的独二选择 永存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永存国际投顾 入位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你认为干净了 其实牙龈钩拟清不到 德恩奈清新双效漱口水 能彻底清洁牙龈钩 去除牙菌斑 降低牙周病发生率 福加木糖醇 能强化及修护受损把狼值 有效降低致牙率 30%到50% 德恩奈清新双效漱口水 报复数消费来了 DHD美丽高物节 最低私聊者 慢而就算维他命超值速度 正新国之三倍 重中充三百倍快速 有了糖尿病 经常吃饱后 会突然觉得没力 想睡 这是你的糖管理不稳定 我推荐亚培普盛纳 经医学时证 取代早餐饮料 它的独特糖稳固系统 含个 膳食纤维等 六大营养素 给你24小时糖稳固 好精神不中断 亚培普盛纳 吃吃不等于吃 对他们来说跨不出去的是 大众对失智症的不了解 共同照护中心是陪伴失智者与照顾者 在不同阶段的照顾需求 我们的共照中心与服务据点 交织失智照护网络 请你和我们一起支持 建构友善失智环境 友善失智一起找回笑容 陪伴失智 追剧龙 吃乐视 乐视洋芋片 片片薄萃 一口接一口 有乐视 不分心 更入戏 追剧 追到底 乐视美味 每一刻 乐视韩式辣酱炸鸡口味 浓厚新香 甜辣殆尽 新香是哪一个星座的人 内心小剧场最多 我自己本身是天蝎 就别人讲什么 你干嘛 吓一跳 你干嘛 吓一跳 你干嘛 姐姐对你很好嘛 你干嘛 你干什么姿势 不要怕 他没有怕女少 绝对提塔论喉喉堂 全民心动论 中餐厅开派提咯 但意外却从未停止 拿着排骨啊 小卓 完了 人家早来了 最后才上 人家悄悄地过来说 小明哥 这肉 好好吃 周日晚上十点 好吗 全新一季中餐厅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股市之中里面的操作 一定是你选定 一个策略跟方向 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 你在按照技术面的操作 所有的中心思想 不是来自于技术面 技术面是可以做片线的 所有的中心思想 还是来自于它的基本面 还是来自于它的趋势 整个技术面只是你的辅助而已 这是我在长期中股讯里面来讲话 发掘到的 这是永远不变的一个真定 因为你的一个技术面 你往往会受到所谓的一个 时空环境上面的影响 但是你的基本面 上面它是不会变的 就像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在之前跟整个一个投资朋友里面来讲 讲连电 当时候连电里面都还没有大涨 还没有大涨 我就跟大家讲 无论在这里 我都跟整个一个投资朋友讲说 以量价的先行指标上面来看 我说它27.4会过 如果你没有赚到连电的钱 如果你在今天里面去追高的人 请问你58的专案 是不是贵吗 还是真的很便宜 因为你一次的操作的错误 一次的一个看法的一个错误 一次一个想法的错误 一个赚钱的一个股票 会被你做成赔钱 所以我才会说 中秋圆满 财富满满 58的专案 我发就是你发 这是一样的一个意思 就像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来讲的话 我很少随着市场上面的起舞 我相信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很清楚 我绝对不是一个使多头 我也不是一个使空头 其实我很仔细的看过 台北股市一路到今年年底到明年 整个一个景气 产业的展望性 第四季真的没有你想象中来的差 只是现在你的投资信心上面 是不够的 因为你不知道因何而卖 你不知道因何而卖 所以你才会在这边来讲 很犹豫 追高与杀低 美国股市长就很想追股票 美国股市跌就很想杀股票 其实美国股市的走法 我在之前 多早之前就预告给你听 就是这样子 只是我们台湾的一些的投资朋友 在潜跌的市场上面 前有狼后有虎的情况之中 被整个左右掉 被整个摇摆掉 这样不是在操作股票之中 能够成为少数赢家 你的重要性的条件 那我现在要讲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了很多 我现在讲说你想想看 未来里面 不管是Intel的新平台 或是AMD或是NVIDIA 它要不要出新平台 它就是要出新平台 那新的平台 它一定就会带来换机的需求 就像我在之前跟大家讲 为什么Chrome笔电 或是NVIDIA的笔电 明明有订单 还不一定出得了货 它有几件关键 一个就是关键的零组件 小型的CPU 电源的供应器 跟一些的驱动IC是缺货的 那你缺货的过程中 所以造就出来 你就有很多的选择 那现在有些的新的平台要出来 那你CPU相关的概念个股 你就可以去注意 那什么是CPU相关的概念个股 加折就是 它也打出了一个底薪 不然不要去做追高 因为它这个很接近前高 它就是 可是你来看这些的个股上面 你去做追高 你不一定讨到便宜 连涨两天之后 杀杀 昨天还杀 今天涨上来 加折就是 还有什么 3661的市新就是 但是市新是不是跌破了505 我那时候就跟人家讲 季线有反压 不要去做追高 像这种大跌的 都会两只跌 那你要怎么做呢 那很简单 你等它第二支叫 扭转向上的时候 你再去做留意 那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的散热 散热它这个区块也有 像3017的旗虹 这就是这个是什么 这跟苹果的手机 跟中国5G基地台是有关系的 3324的双红 跟CPU 跟韩国智慧型手机 跟中国大陆的一些的手机 有关系的 那这个部分里面都很多 还有6230的操纵 这都是散热 你可以发觉到 它们都是在这里 大盘怎么跌 它一点影响性都没有 所以你如果要选择趋势的个股 或是选择这一类型的个股 我说你只有两个选择 我今天就跟你讲 选择比大盘来的强的 不然你就是分批投资 价值型的投资 问题是如果你都不要 坐以待毙吗 坐以待毙就不是在股市里面 赢家该有的作为 该赞你要懂得赞 该守你要懂得守 这就是在股市之中里面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跟大家讲的很坦白 我就说过 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台北股市是空投 有没有空投个股 有 我也跟大家讲 部分的升级个股是 我不要点名 因为我从来不想打压 任何的一个部分 就像之前的DR 我只有在节目里面告诉你 不要再去追了 该讲的东西我会先告诉你 但是我不会去点名某一些个股 因为很多的一些股票 都是投资朋友 你心头肉 我不愿意去打压 但是你自己要注意避开某一些的风险性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长期看鼠方的一个节目 你应该知道鼠方绝对不是一个使空投 我也绝对不是一个使多投 我跟大家讲的原因就是 我的规划就是如此 现在就是要播种跟耕耘 它只是时间的整理而已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有好的个股拉回来 为什么不敢买 我觉得当然敢买 就像我今天里面杀下来我也敢买股票 我绝对没有去做追高 这就是你在这里面来讲 操作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投资朋友 你连电也没有赚到 我们之前大标股你也没有赚到 我也不愿意再去讲 我有什么大标股 你是我长期的观众 你应该知道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趁着中秋节的时候 鼠方推出中秋圆满 财富满满的计划 我发就是你发 趁着这个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盘中里面 全新的操作 趁着这个时间点 还有低价让你播种跟耕耘的时间点 你一定要好好的播种跟耕耘 将来你才能够收割大的财富 财富满满的计划在这里 等着你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